台北市立动物园的明星动物大猫熊团团 今年9月被诊断脑病变之后 它的病况是急转直下 今天突发了三次癫痫 医疗团队给药之后 团团发作的症状间歇性的出现 随后呢这个医疗团队进行了断层扫描 却发现团团的红血球指数变少 肝指数飙高 即便说苏醒了也会失去自主能力 确认病况无法挽回 原方决定不再急救要放手 而团团就在下午的1点48分 心跳停止 在沉睡当中离开人世 身上接着导管 虚弱的接受身体检测 大猫熊团团19号再度突发癫痫 虽然一度苏醒 却完全无法进食 医疗团队给药后 紧急进行断层扫描 却发现团团的病况已无法挽回 彻夜评估决定含泪放手 不再积极治疗 让团团在沉沉的睡梦中离世 比对这些状况以后呢 确实它实在是要自主生活 或者想要恢复都是不可能 过正常生活的时间就越来越少 那这个其实就不等于是 好好的活着 我觉得就是非常惋惜 因为它也毕竟在我们台湾 生存很久 其实就是每一个动物都 就是其实都很珍贵 对 就有点难过 团团走势让许多粉丝心痛不已 其实团团今年才刚欢度18岁生日 没想到8月下旬就突发癫痫 食欲大不如前 活动力也降低许多 接着9月进行首次MRI检查 发现脑部水肿坏死 虽说后续病灶持续扩大 但都没出现症状 一度以为病况好转 没想到17号一度复发四次癫痫 苏醒后腿部明显无力 接着没隔多久 病情就急转直下 19号清晨又三度癫痫发作 最终团团在下午1点48分 心跳停止离世 而团团的遗体 原方也将会尽力留存 针对团团这个有历史印记的 重要性的个体 我们会尽可能去保留它 全部的皮毛还有骨骼 我们希望知道来龙去脉的病理解剖 原方表示将会筹备JC活动 重现团团这个大宝贝 从小到大的成长记录 让她毛茸茸圆滚滚的可爱模样 勇之人心 这层一听黄明胜 台北报导